最近有不少的美国华人重返工作岗位之后 都可以发现公司的墙壁上 已经更换好了全新的劳工法海报 不过这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字里面 有哪些法规改变呢 真的不能不知道 《独自新闻》和华星保险联手合作的 《我该怎么办》系列报道 特别请来了陈德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威廉 来向观众解说 2017年最大的改变就是1月1号最低工资 26个员工以上的公司 最低工资从10块钱 $10 an hour增加到10块半 $10 and 50 cents 25个员工以下的员工 其实是明年1月1号2018年 他的最低工资才增加到10块半 慢慢每一年这个会增加10块半 到11 到12 到13 到14 最后到15块钱 其实法律都已经决定 他都通过 他就是要看公司有几个员工 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最低工资会增加 看问题找答案 华星保险《我该怎么办》系列报道 在礼拜二将深入探讨 一些已经变更 不过很容易被华人公司忽略的新法 礼拜六的晚间还会深入来介绍 更多《劳工法》海报的注意事项 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